正如各位所知道的 遥远的恒星和银河之间 存在着许多令人惊叹的宇宙奇观 但即使是如此 我们不用到太远的地方 也能观察到一些现象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在我们地球的附近 就有几个这样的神秘天体 举个例子来说 土卫巴就是太阳系中 特别不寻常的卫星之一 那么这颗卫星 到底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呢 欢迎收看TopChem频道 一如既往的 看过我们的介绍之后 你就会了解一切了 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这就是土卫巴 土卫巴是第二颗 被人类发现的土星卫星 发现它的时间是在1671年 也就是发现土卫六的16年后 第一个发现土卫巴的人 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卡西尼 在那之后 卡西尼又发现了土星的三颗卫星 分别是土卫五 土卫四和土卫三 不过这几颗卫星 都不是这支影片要介绍的重点 土卫巴的直径 大约是1491公里 在为数众多的土星卫星之中 也只有土卫六和土卫五 比这颗卫星还要大一点 土卫八的位置距离土星 非常的遥远 环绕土星运行一周 需要花上79天 目前这个时间点 它被认为是距离土星 最近的第24颗行星 当在其他行星附近 发现卫星的时候 一开始通常都会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不过随着之后进行的研究调查 有时会揭示出令人惊讶的特性 举个例子来说 木卫二的冰层之下 竟然有海洋 而土卫六有完整的碳氢化核污水圈 海卫一则是有冰火山 这些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 而是后来才慢慢发现的 但是土卫八的情况 就有点不一样了 卡西尼没过多久就注意到 这颗卫星的行为模式 和过去的状况有所不同 当卡西尼发现这颗卫星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 木星拥有好几颗卫星 而土星却只有一颗 这些卫星的位置 如果不是行星的西部 就是在东部 也就是说 根据卫星在轨道上的位置不同 看起来就会有所变化 但是土卫八却没有符合这条规则 当卡西尼观察这颗卫星的时候 它如果不是在土星的西边 不然就是根本看不到踪影 这个谜团已经困扰了 我们这位伟大的科学家34年 而在1705年的时候 80岁高龄的卡西尼 终于找到了一直寻求的答案 那个时间点 是在他去世的7年前 虽然当时的时代进步 比现在慢了很多 但34年还是一段非常漫长的事件 随着玻璃加工技术的改善 也得以制造出更优良的望远镜 比卡西尼号发现这颗卫星时的性能更加良好 当卡西尼用当时最先进的望远镜 仰望土星的时候 他看到土卫八是位于土星的东边 事实证明 当这颗卫星在轨道上的这个位置时 它的亮度降低了两个星等 这就是为什么 土卫八从来都没有在土星以东被发现的最大原因 因为古早时代的望远镜性能不够优秀 卡西尼将土卫八改变亮度的原因 解释为一个半球比另一个半球要黑暗很多 虽然土卫八始终都面向土星的同一侧 但面向地球的一侧会有所不同 当这颗卫星在土星西边的时候 明亮的那面会朝向地球 而在土星东边的时候 则是黑暗面朝向地球 之后的研究结果证实了 卡西尼的理论是正确的 航海加一号在1980年拍摄到了 第一张完美的土卫八影像 但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卡西尼号太空探测器顺利发射 才成功地对这颗卫星进行了全面性的详细调查 目前我们使用的大部分土卫八的数据 都是基于卡西尼号探测器收集到的调查资料 两个半球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土卫八最显著的特征 是两个半球之间的亮度差异很大 领先的那一面 也就是对应卫星轨道行进方向的是黑暗的半球 如果我们把这颗卫星比喻为一艘船 那么黑暗的半球就是船头 而明亮的半球 也就是颈椎在后的一方 就可以算是船尾 半球到半球的边界是呈现锯齿状的 而且和将它们分隔开来的子午线并不重合 如果要形容更贴切一点的话 土卫八比较像是一个网球 而不是一个中间有一条分隔线的巧克力袋 土卫八的两极是明亮的 但是颈椎在后的那个半球 在赤道部分是黑暗的 明亮的区域比黑暗的区域还要大 覆盖了土卫八将近60%的表面 另外看到卡西尼号探测器拍摄的详细影像 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明亮与黑暗的界限非常分明 如果各位能站在明亮半球边缘的话 那么在30公尺之外就开始变成了黑暗区域 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或是灰色地带 只有白色和黑色 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白色和深棕色区域 由于土卫八是一颗边位型 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它应该是明亮的 黑暗的半球只是沉积在星球表面的一大块尘埃斑点 那么这些尘埃是从哪里来的呢 也有一些其他卫星在半球之间有着明暗的差异 例如木卫二 但是亮度的差异并没有这么悬殊 土卫八是唯一一个 因为半球的明暗差距太大 而无法顺利观测到的卫星 或许解开这些谜题的线索 就隐藏在土卫八附近的天体里面 土卫八与那些远离土星本体 并未与外侧的卫星并列在一起 这些卫星和内部卫星不同 它们并不是就地形成的 而是在形成结束之后才被土星所捕获的 也因为这样 许多卫星都有逆行轨道 说不定土卫八表面所覆盖的尘埃 都是来自于这些卫星吧 而且一定是经过了数十亿年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长城 多亏了卡西尼号太空探测器所拍摄到的影像 我们才能够确认到土卫八表面的另一种不寻常地形 沿着赤道 这颗卫星被一道很高的山脊包围着 就如同一堵冰墙似的 高度有13多公里 宽度则是20多公里 这座墙在明亮半球和黑暗半球两边延伸 穿过赤道一带 这堵墙让人想起著名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长城 但它的起源仍然被笼罩在一团谜题之中 根据某一种理论 这颗卫星的内部是由冰所构成的 而这堵墙有可能就是从那里到地表的出口 不过这样的出口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目前这点还不太清楚 到现在已经发现过许多的冰卫星 但还没有看到过像土卫八这种例子 说不定在过去 土卫八的自转速度比现在还要快 也比现在再更大一点 最终土卫八的自转速度逐渐的变慢 而且像许多其他卫星一样 土卫八自身开始收缩 与行星的公转周期同步 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有折痕的巨大墙壁 不过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为什么太阳系中的其他卫星都没有这样的特征 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 这堵墙是土卫八曾经存在过的一颗卫星留下来的 的确就如同围绕恒星运行的行星有卫星 在理论上行星的卫星也是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卫星的 不过这些子卫星的轨道非常不稳定 因为它们会受到行星 其他卫星 太阳和附近行星等天体的影响 换句话说 会影响轨道的不安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土卫八的子卫星被认为已经脱离轨道 并逐渐接近土卫八 但最终因为引力而面临坍塌的命运 结果 紫卫星在土卫八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环 然后 这个环有可能掉落在它旋转的地方 也就刚好在土卫八的赤道上 根据这个假设 就是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才让我们可以观察到所谓的土卫八长城 以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这支影片 土卫八的众多谜题 还有待科学家们找到明确的答案 如果可以使用现代技术 好好探测这颗卫星的话 应该可以得到一些解答吧 而且 就像科学世界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 我们苦苦寻求的答案 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多新的谜题 如果想要了解最新的太空新闻和发现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并订阅本频道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